潘森 eupo Henry 犬牙 詢種題曲為 gap Herminuitis他主要在表達的是那種 我們對於 那種智商裡面我們是需要 我知道大家都會 智商裡面最重要是什麼 一定有什麼 你一定有叛作 對 一定有講話對不對 那詢種題曲 它其實是要從 你要從對方的話裡面去引導它 這應該很了解吧 那詮釋學其實有很重要的關鍵是文本 就是test 大家知道那個嗎 那每個人講話 文本就是你們現在可能拿的一張紙 就是可以把你們 將對方的話記在紙上 那這個字 對字上來講 很重要的關鍵是因為文本 寫下來的東西會怎麼樣 會保留 那沒寫下來的東西呢 比較性來講是這樣 你還不錯 謝謝你回應我 對 那我念的那一題裡面 它是講說 Narad的意思主要是在講說 我們人其實很清楚自己知道什麼 那你知道什麼 你才會想問說 你懂不懂一件事情 當一個人說他懂的時候講不出來的意思 他是不懂的 那一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它其實Narad的字緣 它比較強調是說 當你知道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可以說得出來的 那當一個暗主在跟你講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常常會 他講了一句話你就會說 啊我懂 欸我懂 可是其實你真的懂嗎 你覺得他 你覺得懂不懂 當一個人說我現在好難過 他就跟你說 啊我懂 我知道這種難過是什麼 我真的 你覺得你諮商師懂不懂 你覺得通常 諮商師說他 你說你難過他懂 你覺得他真的懂的舉手 不一定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詮釋學其實最主要的 開頭是要學習去聽懂對方在說什麼 你才能夠引導他 而且不會引導錯誤的方向 而且才不會變成是一種建議 那我們待會兒練習的話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從 從 因為校長說有 我們盡量做 這四個好了 感探 摄問 欸他又當機了嗎 真的 等一下 摩血 感探的話我們盡量 我們現在做練習的話 就主要是抓住 你現在 不要兩個人一組嘛 就每個人你可以 其實 敘事裡面你也是很重要 是你要 抓到一個主題 那我們待會兒就可能 就簡單一點 你就先敘述一個 每個人都會當到暗主 每個人都會當到諮商師 那當暗主的人呢 你就講一個快樂的事情 或悲傷的事情 想一個事件就好了 不要偏偏調 這樣比較好抓嘛 好不好 就先設定我們的暗主 是說 聚焦一下 就說 不要讓範圍太廣 比如說他可能講一件 悲傷的事情 比如說我可能 前幾天 遇到某某某 我發現他對我很冷漠 我覺得就可能 講一件事情 然後 暗主呢你就可能要抓出 幾個關鍵就是感嘆 比如說感嘆的話就是 以聲音情感的呼聲來強調內心的驚訝或讚嘆 傷痛或痛苦 歡笑或激嘲或憤怒或悲慈等等的 那 那 待會兒的那個 諮商師呢 你就去抓出他的感嘆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比如說 噢怕痛呢 這是 白鮮勇那個 噢怕是 反正就是類似 他在感嘆些什麼 你可以抓到他 快樂的時候 會有一些他的 呼聲 情感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抓一下 然後第二個是 色問 你覺得他的 他的 問題意識是什麼 他在敘述的主要的那個 問題的那個 就是他會再問自己什麼樣的問題 你可以抓出來嗎 比如說他可能覺得 我現在 很難過很難過 那他到底內心 發生了什麼 他在有什麼樣的問 狀況的問 就問題意識是什麼 你抓不抓得出來 如果你抓不出來的話 你就多問他一點 然後問完之後呢 你再去跟他做確認 請問你的問題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通常按主來 他不會跟你說 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會先跟你說 我昨天發生一件事情 很慘很慘很慘 那你能不能知道他的問題 他在有什麼樣的色問在裡面 然後再來的話 你們這邊有魔血對不對 那你能不能抓出 他有什麼魔血的狀態 比如說他在敘述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視覺魔血是什麼 他腦中的那個畫面是什麼 然後或是他聽到什麼樣的語 語句 你們能不能幫他寫下來 或是嗅覺 味覺 觸覺都可以 就是你們可以擇一就好了 好不好 不用都寫 就是他這個故事裡面 然後引用 引用的話會困難一點是 他應該不至於引用到別人 不過引用我會想到是說 他有沒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在裡面 就是被影響的價值觀在裡面 就是他會不會是從小到大 你有沒有聽出他的話裡面 有沒有他自己的那種名人 就是有沒有被影響的價值觀在那是什麼 你可以問他說 你覺得你這樣的想法大概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被哪些人影響 那你知道嗎 懂嗎 就大概這四部分 我待會再打成一個WALL讓你們練習 那大家先朝這四個方向去做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練習的原因是說 我們希望盡量是回到 你待會做兩個練習對不對 一個人大概25分 我幫你們算一下四個好了 一個 就是一個你大概做五分鐘左右 然後把它寫下來 就是 我講一下齁 就是 你要練習去 就如果說我現在在面對你 你是我的暗主 我就要練習如何在 我們在對話過程當中 記錄 然後不找痕跡 因為對話本身 你還是 你還是面對的是當事人嘛 那文本對你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下次還要再面對他 你還要再面對你的暗主 所以你要有文本幫你做記錄 那你要練習是說 你怎麼樣沒有遺忘他 遺失掉他的本意 那你要跟著他 要去確認 那我們當諮商師的開頭 就是要練習如何抓到對方的重點 就是對方 那我們這幾個部分是 練習是說 你能夠 沒有 沒有 就是有 有follow到他的意思 對 然後 一定要再做確認的動作 那待會這四個部分 給你們 一個人 二十分鐘 然後五分鐘要做確認 就是你 你的東西是不是 自己 天馬行空在 在 在 就變成說 變成是你自己的話 這是比較危險的 就是你要去確認說 你剛剛做的幾個 我們做哪四個 欸 我們做的感 他的感嘆是他的感嘆嗎 他內心的射問 是他內心的射問嗎 你摩寫他所看到的畫面 是他真的看到的東西嗎 他聽到的東西 他聽到的東西 他引用 他被什麼樣的價值觀影響 他內在做了什麼樣子的學家 是他的還是你的 那你能不能抓 抓出來 沒有抓錯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在 文本就是 詮釋學裡面來講 這是最 最 最基本要學的 因為你 你 通常智商是要幫助人家改變嘛 這大家都 都知道嘛 應該不能說改變 至少 在哲學來講 我們跟心理智商不一樣 心理智商可能強調 一定要轉 轉機 就是要一個人變好嘛 那 哲學智商裡面是要強調就是 你要幫助一個人超越 那一個人要超越是要跨越他現在的現狀 那你唯有 就是 帶著他本來的東西 他才可能跟著你走 如果你帶著你的東西 就變成他要跟著你走 一個人不會 不會 不容易跟著別人走的 他一定是 要先確認你 你跟他之間的東西是屬於他的 那你是上次就很要學習的 就是你如何聽懂 他真正的東西是什麼 對 好不好 所以像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要問 可以嗎 有沒有困難 有嗎 我等一下再打下來 然後讓你們 如果有問題我們等一下一起討論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先休息 我們去睡覺 先不要再打開 我們來一次 我們去睡覺 再吃吧 這個 我們去睡覺